蔡委員 為什麼3萬人變2、5萬 等一下叫你蔡委員 我覺得那一天最讓人感動的 因為我有認識1985其中一個人 他跟我說他們每次開會的時候 因為大家意見不一樣 就是大家輪流講話 你知道他耗多少時間 所以基本上他們這個組織 真的是就是來自所有不同的 各行各業不同領域 那他們辦這個活動 因為他們真的是素人 因為我包括那一天在現場的時候 我全程在場 那我還聽到那個主持人 還講一句話很好笑 就是以前包括民進黨的所有動員 不會有一個狀況 他說請台下的人 是不是可以手機關機 因為現在記者新聞稿發不出去 網路戰線 我當天在現場 沒錯 全部手機都擺好了 都沒有辦法 那如果是像民進黨有經驗 他知道要去申請網路線 一個記者亂去網路線 所以網路可以隨時暢通 至少是記者區的網路暢通 所以他們沒辦法 而且他們的現場 他們也沒有預估到 會有這麼多的人 所以他們在中間也沒有 所以其實 這要跟你拿一下 他因為他的整個舞台 是在總統府前面那邊 在公園路外交部那裡 就是總統府往前那邊 台北賓館那邊嗎 因為我們有從台大院 要從那邊這樣走過來 所以他只有前面那一區聽得到 所以原來預估是有前面 到警服門那一區 所以蔡律師 你趕快比一下 過警服門後面這邊 其實都聽不到了 對 就是差不多在這裡 到這邊 他的喇叭只能到這邊 對 這個區塊 所以感動人的地方是什麼 後面完全聽不到 可是大家還是持續這麼好 就真的會流眼淚 然後包括後面這邊都是製成一個 就是有誰輪流去演講 後面就印太完全 後面就不知道自己玩自己 不知道主舞台的狀況 完全不知道 因為他的主舞台只有 主舞台可以看到 只有到警服門前面 可是你看後面其實人非常多 那這邊都是自動自發 自己就這樣子 可能用網路用手機用影音 這樣子follow 有的人自己帶麥克風自己講話 而且所以他的麥克風 本來如果按照這樣的情況 必須警服門這邊 再有個另外一個副舞台對不對 對 可是他們完全 當初他們沒有想到有這麼多人 而且他的音響設備也不是很 後面根本聽不到 也不是很 聽不到前面在講什麼 很大功率的 對 而且我覺得最讓人感動的 是大家可以去PTT 還有去他們的網頁 他們在第二天 就把他們的財務報表 完全公佈出來 這頂開 八國一萬 一百多萬 對 那他們把他們 包括收入 幹嘛那麼快效率啊 是啊 那個什麼... 我們想想看 那像當年... 夢想這樣 到現在沒公佈 還沒有財務報告 所以他們的財務報告 滿久的競選經費 有人家報了六億多 看你信不信 六億多 看你信不信 蔡律師請 對 那所以他公佈的這個財務報告 是把每一個人的捐款 包括他的身份證 ID的莫及碼 還有他的捐款帳號 的部分捐款帳號 完全的公開 每一筆的公開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一個集會 真的是展現就是說台灣公民力量 那也會變成說 包括連中國 連中國他們很多網友都說 台灣真好 台灣竟然可以為了一個人的生命 然後大家這樣手上接頭 我跟你講那個舅舅可能 當天你有在嗎 舅舅 第一次去20號我在 那個8月3號那天不在是有原因 因為我有接到說 有保育在對我監控 那家人一直 因為有家小孩還小 還小三而已 那家人有點擔心 所以就變成我大姐 我二姐 我這些親戚全部上來 那我給他們堆號 我是到宏家幫忙 我人是在宏家 在宏家 對 宏家要用 對不起 你說保育在對你監控 保育監控你幹嘛 我想如果當天有 他是這樣 我是不太懂這種政治 他是說怕那天 如果有流血衝突的話 我們可能是代表宏家 我第一個被抓 所以我自己個人就是 你是熟喔 不想這樣跟你講 當然家人會這樣的擔憂 因為大部分這個窗口 都是我跟慈勇 我們兩個在對外的窗口 如果說有問題 大概我們兩個比較會有問題 不過洪舅舅 我猜過洪舅舅 你不要以為這個不可能 軍中那個事情會發生 徐世榮政大地政系教授 他只是去坐在旁邊抗議 馬總統去參加那個衛生福利部的揭幕 然後他為了大補要發聲 他站在這個路邊 然後那個警察就把他說 徐曉書你可不可以拜託配合一下 這裡是管制區 他說好那我配合 他說你如果不配合我們該做事 就他就退到了一個地方 然後他又在那邊喊 結果又被請走說這裡是管制區 然後他就火了 他說那哪裡不是管制區 這樣他 徐世榮教授的想法是說 只要有徐世榮站的地方 都是管制區 沒錯 結果他退到第三個地方的時候 他又喊的時候他被駕走 其實他說距離馬總統是在很遠 因為馬總統坐在那種車隊裡面 他又被保護 他根本聽不到 他在那裡喊而已 結果竟然用公共危險罪給他移送 如果那個馬英徐世榮教授 都會被用公共危險罪移送 你就不要以為你不會被監控 他們去以後竟然說都知道 那個叫徐世榮教授 那個董念台他現在就控告辭庸 跟1985嘛 所以就告我那個姊姊 那個忠祐姊姊 現在他被告嘛 對啊 董念台嘛 就被董念台告 對... 理由是... 他告他組織犯罪 告1985聯盟組織犯罪 他犯哪一條罪 他用他們違法糾集群眾 然後要推翻政府 然後他說的意思 意思是說因為他迫使 迫使這個軍... 我們去修法 然後改變了這麼國軍的力量 那天不是有申請嗎 有啊 有申請入選 那是合法的機會啊 那天他只是出現 他連開口都沒有 只有媽媽開口 但是他是... 因為他就是... 因為現在洪家兩個窗口 就是姊姊跟我嘛 所以他就宰姊姊 告是告他 他不是告我二姊 是告他 所以我想其實... 我也講就是說 多一個人出來 感覺可以給洪媽媽 多一點安慰 那麼大家也一起完成了 這樣的事情 至少促成了這個修法 不過事實上那天 洪媽媽講得非常好 講得很好 他說要放下仇恨 對... 那一句話其實 馬英九應該要感動 因為下面都是 血氣方剛的年輕人 不是那種過去... 因為那整個語言沒有煽動啊 沒有 完全沒有煽動 很平和 非常平和 而且我記得是講 洪仲秋安心上路 大家一起喊的時候 哇 那就是淚蹦的樣子 也沒有用那樣的悲情 去訴求 煽動都沒有 OK 大家都是呼籲冷靜 因為大家的一個目的 不再要推翻政府 是誰說要推翻政府的 我們哪有要推翻政府 25萬人都是用網路聯繫的嗎 當然就是大眾傳播媒體的 一再的報導這個慘案 這個命案跟相關的活動 當然也有推波助燃 可是一開始說實在 這個事情其實台灣的媒體 大概是在7月10號到11號開始 才注意到這件事 但是在這前面的一週裡面 其實你不管到臉書 你到PTT 其實網路的鄉民已經非常熱烈 直接在討論洪仲秋這個命案 那台灣的媒體是晚了一個禮拜 才跟上進度 所以其實一開始 都是靠網路的鄉民 包括提供很多的爆料 包括提供的很多去推理說 這邊哪邊是不合理的 哪邊可能有一點 其實在軍檢或是說 大多數的媒體 甚至律師團開始進來之前 其實真的是網路鄉民在辦案 所以以後軍方對手機更嚴格控制 其實本來就有控制啊 可是我覺得我跟你講 如果此刻我們節目播出的此刻 現在是晚上對不對 你軍方隨便挑一個營區 進去突擊檢查 你看看裡面有多少台智慧型手機 這在軍方大家都知道 你去突擊檢查 尤其我跟你講關越大帶越多 功能越好 我們就看半左線 半左線他是走到哪打卡 在那邊 對啊 基本上他是一個機械軍人 他怎麼有辦法隨時打卡 所以我們基本上 我也是相信 他那個智慧型手機 他都是放在營區 而且以後軍方其實 帶手機進去是要辦燭光晚會 因為那一天大家都拿出來 我們舅舅也要補充 我想要補充一下 連環兄剛剛的 談到下面的問題 因為7月3號我是第一個 到達三種 我接到二姐的電話 我第一個去處理的 因為我住最近 那7月4號他走了 其實我們全家都很震撼 那我們就拚命百姓 也不知道什麼 用什麼方法來查原因 因為軍方給我們的答案 就是中暑死亡 我心裡非常疑惑 從中秋他去當兵 我們也不知道說他當兵 交了哪些朋友 唯一我的證據就是說 那個線索就是臉書 我做一個動作就是 我把他所有臉書的朋友都加 我不管是學生的或是當兵的 我都只有哪一個 中秋死了 我是中秋舅舅 我要真相0922303688 我把我的電話潑上去 所以他那些朋友 順便把我這些電話 順便再潑到PTT去 所以我前面應該是說 剛剛主持人有講到 說在7月4號之前 幾乎沒有人在討論這件事情 其實相比這段時間 我每天大概都忙到兩三點 一直在收訊息 收電話 提供我很多的方式去處理 譬如說我們7月5號要去參加軍檢 因為7月4號就有命徵告訴我 趕快去要監視器 因為有人要滅掉了 那我們就趕快去 因為7月4號走了 7月5號要去參加軍檢會議 去參加軍檢會議 我要去那裡做什麼 我要去跟軍檢提出什麼質疑 要提出什麼書面資料 鄉民給我很多很多的資料 什麼要體檢 要心腹報告等等 所有的要準備 你毫無頭緒 然後要整理出一些東西 全部都是鄉民的幫忙 全部都是鄉民 我真的是非常感謝鄉民 這些鄉民可能也就是當初提供 我知道這些人 可是如果你沒有把錢中秋死了 然後你把你的電話弄出去 其實你也沒有辦法收到那麼多資訊 我想這個是一個起因 那這個因緣際會剛好 大概他死亡過了幾天 我想他應該很直覺 有人要弄他 所以其實他在要往生之前 最後跟我二姐通話 就說有人要整理他 他非常害怕 有打電話跟媽媽講 那再來就是說他一個手機 他裡面有錄那個簡訊 他輾轉過了好幾手 怕被軍方查獲 經過朋友再送回來了 我當下拿到那個手機 以後我就更覺得說 這絕對是一個弊案 你說拿到鄉秋的遺物 對 那個手機遺物都還沒拿到 只拿到那個手機 是透過軍方好幾 就是透過朋友好幾個管道 傳回家裡 我帶著這個證據 手機還沒有 只是簡訊 就是簡訊裡面突顯兩個問題 第一個要給旅長的那個簡訊 然後還有一個是白衣山腰背事件 這兩個問題 而且軍方不斷的透過各種管道 要把這個手機拿回去 對 那這個部分就是導致 洪秀先生稍等一下 我們親一個講過 這是柯文哲在北京講 我覺得他這一次真的講得不錯 他說這就是台灣的茉莉化革命 是 就全部靠鄉民 對 他其實是可以推倒一個政權 是 但是馬總統要再空空空空 要再想出廚房 他應該有創嗎 當然也有創 他那天在英國有可能怕到 我講實在話 只要在一個大事件 這個政權就垮了 但是他還傻傻 他沒有把它當一回事 先休息進廣告 副總統會幫忙費 多謝